整个行动,我们卫生署和医管局都派出了总共14名的医护人员 无论在先显参加先显部队的工作 以至到在机上都会看回这些乘客的健康状况等等 首先卫生署的港口卫生科的同时 都将会在下机前和他们简单讲解一下检疫的安排 以及量度体温的 如果有发烧或者出现咳嗽等等症状 我们也会即时已经在这里有后命的一个救护车 将他们送往医院在旁边 并作进一步检查 当然他们在上机前都已经是量作了所有的体温 是一定的体温是正常的才可以登机的 但是我们也是审慎喜见在他下机之前 我们都是同他再量一次体温 了解他那个健康的状况 如果没有任何症状的香港居民 当然我们都会安排他们坐专车 去到指场指定的地点 首先都去洗手间先 然后都会直接将这个专车送往进阳村 他们的检疫中心 接受14天的检疫观察 到达了进阳村之后 卫生署的同事都会为每一位居民作病毒的检查 如果发现对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呈阳性反应的话 当然就会安排他们入院治疗和隔离 如果是呈阴性反应的话 他们也都会继续留在进阳村那里做14天的检疫 同时卫生署的同事也都会向他们讲解 要注意的事项 健康的资讯 而他们的单位里面都设有基本的傢俬 还有有小食 饮品等等 检疫中心都会提供前食的安排 而民政事务总处也都会提供所需的协助 在这14天的检疫期间 受检疫的人士每一天都要量度体温 我们也都会有医护人员24小时当值去监察他们健康的状况 如果他们出现一些发烧或者一些其他的症状 经评估之后如果有需要 当然都会尽快安排送院处理